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版权法第107条规定 根据第17卷第107条 使用本网站上的材料是无利润的 如果您希望使用本网站的版权材料 用于超出合理使用的目的 您必须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如果您是版权所有者 并希望从fctsanddetails.com删除此内容 请与我联系 2013年更新 2012年 世界贸易组织WTO表示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即使中国有7亿农民 也无法满足中国对谷物 大豆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 中国越来越多的进口玉米 以满足需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改变饮食习惯以及使用玉米生产动物饲料造成的 中国特别依赖美国农民的大豆用于动物饲料 去年 美国大豆出口总额接近200亿美元 是十年前的三倍 2012年4月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随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转向海外市场 以满足其农业需求 中国的粮食进口在2012年3月 达到创纪录的高点 来自北京的海关数据显示 三月份的粮食进口量 达到了164万吨 比去年增加了6倍 比上个月增加了50% 中国必须用全球10%的可耕地 养活世界1%的人口 而且不种植转基因股物 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更多的食肉食品 增加了粮食需求 中国对进口的依赖也逐渐增加 来源 金融时报 2012年4月10日交易商表示 大量购买玉米可能是股物进口猛增的原因之一 股物类包括玉米 小麦 大米和大麦 中国占全球玉米消费量的20% 占全球玉米贸易的4% 但中国玉米购买量的突然增加 极大的收紧了全球市场 2012年1月和2月 中国玉米进口总量为126万吨 是去年同期的400倍 中国国内的玉米价格是世界上最高的 在1月和2月 商业公司利用中美玉米价格之间的套利机会 以盈利的方式进口玉米 根据公布的海关数据 股物价格同比涨幅最大 涨幅为5% 北京东方农业综合企业的分析师马文峰说 他预计中国的粮食进口将会增长 他预测 2012年玉米进口量将达到700万吨 小麦进口量将在150万至200万吨之间 关键是价格 马云表示 目前中国的玉米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中粮集团卡夫州能够赚钱 那么它将进口 另一些人指出 煤军去年破坏了一些储存的玉米 导致国内玉米市场供应紧张 荷兰合作银行 Robobank分析师达龙霍普曼·戈兰洛斯曼表示 玉米的产量在中国大幅增加 但安全 安全储藏 并没有同步增长 小麦进口也大幅增长 中国1月份和2月份的小麦进口量为58万吨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 同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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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